欢迎收听咪咪之音 我是大咪 今天9月11号 故事车环岛 已经开进了苗栗县的公馆乡 到了这个地方是要拜访 已经出名好多年的 一个叫蜜藻居 我们拜访淑慧 淑慧小姐呢 这个女生呢 其实看起来柔柔弱的 柔柔瘦小小的 可是她的这个整个人的那个力道 我觉得现在淑慧坐在我面前 我觉得你比那个 我昨天去三坑村拜访阿强 就是和鸭米的阿强 我都觉得大概是务农 给人家的那种力量 那个生命力都好像 所以跟身材已经不相关了 蜜藻居介绍起来 大概我们透过之前几年的 新闻报导知道你就是七八年前 八年前 八年前 然后带着狗狗 想要带她到一个可以 好生活的 比较农村的地方 因为她有青光岩是吗 是 然后可是你选择的地方 就是在苗栗的公馆乡这个地方 那时候的决定挑选的时候 盖个豪华别墅 所以找了很多地方 那第一个台北人第一个找的一定是从宜兰开始 对我从宜兰来我确实感受得到都说台北人的后花园嘛 是 但是我那时候找到一个地方 我就发现 那个房子在田中间 然后那时候我刹那就觉得 我去买一个在田中间的房子要做什么 那个左邻右舍我可能也不认识 我觉得我好像跟那里没有什么关系 产生不了连结 所以后来就开始往其他地方找 有亲戚朋友的县市去找 但是后来找到泰南部的时候 又觉得好像又不行 因为我在台北还有工作 所以要回台北 就是常常要回台北 那泰南部也不行 是 所以我妈妈就说 啊回来回来不要跑太远 回来回来指的是台北 因为已经跑很远 跑到嘉义去了 我妈妈说 哦不要了太远了 就还是往北部找 所以后来有一次 因为在新竹的时候遇到一个朋友 很好的朋友 他就说 我说我很苦恼 找不到的地方可以去 那时候大概找 找四三四个月了 然后他就说 啊那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你这个礼拜天来找我 因为他家在苗栗 所以就来苗栗 然后一来这里我就 啊是这里哦 因为这里我以前来过 我以前工作的时候来过 我知道这是台湾 唯一生产红枣的地方 嗯 然后就想哦怎么那么有缘 嗯 来到这里 然后因为来的时候是冬天 冬天的台北 其实戚风苦雨 对 又没阳光 其实会让人家心情不太好 可是来到这里 你就大衣也脱了 毛衣也脱了 然后光线很好 然后那时候我看了那个房子 他种了很多那个像树一样大的茶花 哦 非常漂亮 像树一样的茶花 好大颗啊 对 嗯 院子里 然后水 沟的水 非常清澈 有鱼有虾有辣 嗯 嗯 还有辣 我就想哦 这太神奇了 哈哈 是家里刚好午餐吃剩倒出来 还是真的活的 是活的 是活的 所以那时候想啊 那这真是一个好地方 因为我原来就 不会希望跑到花东 那么那么 便宜的地方去 因为我们自己学农业的 我觉得农业它就应该在 已经规划好的这个地方去做 嗯嗯 啊然后山啊 应该留给野生动物去 因为我自己学生态的 所以我自己的概念是这样 嗯 所以我们就在平地里面找 那西半部有一个这么好的平原 应该演个讲不是平原啦 我们这边是 它算是山谷 河床 哦 哦 对以前厚隆西河床 嗯 之后在 大家经过甜途 我们这里客家人又勤快 又好客 所以 嗯 很很幸运找到这个好地方 等一下打个岔 你是台北人 但是也是客家人 不是 不是 所以你刚才 我们客家人就是勤快 你已经完全融入了 是啊 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客家人啊 我们只是新来的客家人 哦 对不对 来到客庄 其实 也是啊 就所有的东西学习嘛 嗯 嗯 然后以前 其实你在 呃 讲台语的世界里面 好像一切都唯我独尊嘛 嗯 是不是 然后其实你再看看其他的 的这个族群 你就会发现啊 台湾其实就是 就是尤其是在乡间 它融合的元素更多 嗯 对吧 我们在客家庄 可是我们这里很多外籍配偶啊 嗯 哦 然后也 你看我们像现在这几年 有国际志工 所以我们认识人更多 所以其实我们在乡下能够认识的 人 嗯 其实在比台北市里面还要丰富 嗯 所以 算是你说那一天来看的这个地方之后 算是在对的时间 遇到对的人 像谈恋爱一样 就一拍即合了 是不是 对对对 就决定落脚在这里 对对 可是啊 我刚刚在要跟你访谈之前 嗯 你在天里忙哦 对 然后我带着我妈妈就在你们家 整个周围这个小村庄绕啊绕的 嗯 那有一个感触是觉得 农村毕竟哦 还是有它比较贫瘠的一些区域 对啊 或感觉 那会觉得哇 在农村生活还是辛苦的 对于老人家 对于上一辈的人来讲 他们一定是希望 孩子们可以去都市好好发展 然后向下就是老人家住的地方 可是你是 你是到 你是逆向操作的 你是带着父母 来到一个根本不是所谓故乡的地方 然后就落地生根 是这么说吧 对啊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新的故乡啦 哦 是不是 因为台湾岛就这样子大而已嘛 嗯 那除非你出国去 那我们因缘际会嘛 是我们常在讲说 哦 常对着我们 我们家的那个Mia讲 我说 哎Mia 真就是因为你 虽然你牺牲了一个眼睛 可是换了我们所有人的幸福 哦 所以我们 大家都会对他特别容忍 特别好 就因为这只跟了你们很多年的狗狗 对啊 就是 我们来这里八年嘛 那他今年八岁多快九岁了 那 他是在还不到一岁的时候就发现他眼睛有有这个问题 那那个时候医生说 嗯 他他可能在两三年内他会两个眼睛都都会生病 那狗没有人类那么幸运 青光眼通常最后的结果就是 失明 对就是失明 因为他他没有办法做很好的医疗 嗯 所以但是他很幸运哦 他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会那么积极找 因为我原来没有没有设想这么早就可以退休做第二个事业 原来是想退休后再开始 那结果那样子是在四十三岁就开始了 嗯 对所以他呃他就陪站着我们 当然开始很伤心嘛 家里的人生病大家都可以体认到那种感觉 所以开始找 因为他来了这里 然后他很开心 所以他有视力的日子他又过了六年 哇 所以我们觉得很欣慰 对对对 至少他在 他现在快九岁了 但是他在他的这个 到六岁六岁多的时候他都还可以看 嗯 那即使他现在不能看啊 因为其实 我觉得那是一种恐惧哦 就比如说你今天好像你觉得你会得了绝症 你就开始提心吊胆 你会不会真的到你又被人叫出来又复发 对对 你是不是很很难受 后来觉得转念一下也也不过是这样嘛 生命就这样你到了那个阶段 你一定就会找到一个很好的 嗯嗯 呃呃办法出来面对 你意思是说你也感觉得到Mia心境的转转变 没有没有他因为我我我觉得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了比较多 嗯哦 嗯哦 因为他眼镜生病 那他可能知道 可是你你会看出来他好像他生病这件事情 嗯 就是说如果你对他一样的关爱 你对他那么喜爱 他就没有害怕 他只是觉得说 我这样子 你叫我点眼药我就点 所以我妈妈就跟他说 Mia你要来点药了 快点点药 然后他就会自己过来 所以他是一个 我们觉得他不太像狗 他像一个小孩子 所以你说一份子 真的是家里的一份子 而且是因为他 你们家人的 又全部都几乎是聚集在一起工作 然后为着蜜藻居的 加工生产事业 这些农作的事业 是因为这一次的迁移到 八年前迁移到公管厢 而全部才能聚在一起 其实这是一个 也是一直在演变中的过程 因为刚开始来的时候 只是想 我爸爸很喜欢种菜 然后他也喜欢种水果 他只要能种的东西 他都喜欢 以前在台北 当台北人就很喜欢 很难找到很好的地 让他种 然后他出去一个地方种 你会想 七八十岁 七十几岁的老人家 出去种菜 你总是会东想西想嘛 所以也是要跟着他去看一看 然后那时候就带着Mia去 就觉得这种生活很好 所以搬到乡下来就 这个更好啦 就是自己有地 然后走出来就是菜园果园 然后要吃什么菜 我妈妈就说 爸爸今天吃什么 就去后院采一下就好了 你们家的餐桌一定丰盛呆了 那对那是之前啦 现在太忙了 就变成没有办法这么 但是还是有啦 都有吃到自己的菜 我爸爸最近就是 他说他的晚熟丝瓜 结果人家丝瓜都夏天吃 我们家现在才开始天天吃丝瓜 这样吃起来 滋味会不会不太一样 不会啊 也是很软嫩 也是很好吃 对 光是家里这个菜园啊 果园 就红枣算水果吗 是应该说是水果 然后几乎都是在你 把住家 把这个像加工食品的 这个工作室还有果园 全部都是集合在自己生活 能够管理的范围内的 都不会离太远嘛 对 刚开始没有想那么多耶 因为一来的时候 只有60棵红枣树 现在应该超过1000棵了 啊什么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 奇怪怎么好像 是神经病嘛 怎么会越做越多 然后每天 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少 是啊 然后被跟狗玩的时间 越来越少 我想Mia一定感觉到落寞了 她终于感觉到改变 没有 她可以 她可以理解 像我刚才要出来 我说Mia借过 她就 她本来在门口 她想说她要跟你出来 你跟她说借过 她就赶快自己退一步 或者你跟她说 我要去上班了 她就 坐着 她就知道 她晓得说 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又要忙了 可是你怎么会从60棵 变1000棵啊 这个怎么可能忙得过来 其实这跟一般人 我觉得如果来乡下 生活的人 说不定很多人 会跟我有一样的遭遇 就是你一开始来嘛 你想我要过好日子 然后你来了之后 就像你刚才讲 你看到 奇怪那个地 怎么荒在那里 没人种 然后以前的红枣都一大包 农民都一大包卖 还不一定卖得出去 然后那个客人来 都还要跟她挑三拣四 还要讨价还价 我想说奇怪 我们从农的这个生活 事实上她应该很有尊严的 她要做的是 我种出好的东西给你啊 我跟消费者的关系 不应该只是单纯的买卖关系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们就开始想 那我们再想想应该 要可以来做一些 不一样的事情 其实没有要为任何人做 只是觉得 我们应该做一点 不一样的事情 嗯 所以红枣就想 这个太棒了 我们今天在做农业推广行销 你有什么产品是好做到 全台湾就只有你这里有 其他地方没有 这生意太好做了嘛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发展 那所以刚开始就 也是我们这里邻居很好啦 反正问大家也是会教你 但是觉得这样 好像还自己没有学到什么 所以当然就开始上网啦 去查资料啦 然后去上课 你是从零开始的哦 因为学理上我们是知道 但是没有实际操作过嘛 然后又找到我们有一个村子里的邻居 他也是很有为的年轻人 他做友机 我想哎哟 他都可以做友机了 那我们应该有学习的对象 所以从第二年开始 然后就就开始做 然后就 嗯这个没有了 就就哦赶快 就就买了一个设备进来 所以钱就这样一直丢进去 所以我们笑说在这里好像钱坑 我正要这么说 对然后就想哦 那块地人家来跟你说 嗯那个 那不然租给你们 我们我们刚开始租不到地 因为你外来的人嘛 大家觉得你 你会不会啊 会不会做啊 对你不信任 主要是这样 那做几年 现在我们反而是 哎人家会会觉得说 哎那我来找你 嗯 他知道说 你要管理土地的方式是什么 所以有一些 就是他自己没有办法跟做 他反而想会 哦那我来找你 嗯 是 你说的这个 人家反而很主动 希望把地让你跟做 我现在终于比较懂那个感觉 我刚刚 带着我妈妈像在公馆啊 大湖这边绕一绕 然后我妈妈也是农副出生的嘛 他就看到那个地比较枯黄的 然后他就说这个哦 就是除草剂啊 现在全部都除草剂啊 那个农药都弄很重的 然后要是走一走走一走 再看到那个杂草丛生 他就说你看看 这是不是有机的 这可能又是做有机的 所以有生命力的 比较生意盎然的地方 是啊 对就会觉得那当然那个土质啊 那对整个种植会是好的 只是说呃大面积的话 在在一般的想法里面 都还是以把草全部除尽 然后大量的去生产制造 所以在公馆箱的这个地方 反而呃你也就是慢慢的 你说从之前是一位有机的年轻人做 你也一起 所以这是有很快速的扩散的感觉 大家都做有机了 是啊 现在我觉得来八年进步很快啊 我们那时候来 然后其实呃原来在公馆就有 呃一个有机班 嗯 就是大概十几位农民嘛 那现在增加更多嘛 那也有做自然农法的农员 在公馆箱 那红枣这几年 公馆农会就 他就呃 韩总暗示他就说 哦那推当然就要推无毒 没有农药残留 所以第一个前提绝对不能用除草剂嘛 所以他就提高收购的价钱 让农民去追寻 所以大家为了希望卖好价钱 就会愿意跟选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互动的过程 所以我们跟农会的关系很好 虽然我们 我们没有红枣卖给农会 但是我们跟农会的关系很好 主要是因为我们一开始自己有这样想法 那一定觉得要靠农会那样子那么大的一个团体来推动 会比我们自己做快 所以我们那时候韩总暗示 他比我晚一年来到公馆 所以我就主动去找他 说哎总暗示那这个人你想做什么 哦谈一谈发现 嗯我们是可以很谈得来的 然后他对农民非常的就是照顾 所以我后来就很多想法 我会去跟他分享 然后建议他做 然后他觉得好的 他就会他就会很认真去做 所以我觉得公馆红枣可以从我来的时候 那时候可能一台金两百块左右哦 嗯到现在农民 大概他们已经可以卖到六七百块 三倍多 那都是有机认证 没有 不用一定要有机认证 哇 很棒 已经可以做到这样了 嗯对啊 所以农民都 大部分都不够卖嘛 不过这通常也连带的 会在台湾农村特别容易发生的就是一窝蜂 那反而就是 还好啊红枣你看 那个进口红枣只有大概 两个percent是台湾产的 90%以上都是大陆产 所以其实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啊 市场的这个就是成长率还是很高 而且台湾的人 现在很能够接受要吃我们自己在地生产的东西 尤其是红枣 这个是一个水果 一个呃就是果干 一个药材 嗯哼 所以他都是 所以台湾人还蛮支持这个在地生产 所以当然是这样子 我们也不能高兴的太久啦 因为大陆很多他会他会一直追上来 所以这是产业要保持优势 当然你要有更积极的作为嘛 嗯哼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就 也农会他今年就去推动他要 他要做两百公顷的有机专业区 目前啊从我们来到现在大概大概50公顷而已 所以他扩大四倍 嗯哼 扩大成四倍的生产 所以其实 诶他也是很希望有多一点的年轻人 或者是 其实像我们这样算是中年 那个回农 嗯哼 归农回农的人 我们不算回乡嘛 但就还有很多机会啊 所以其实有时候就 有一些人看到报道 就会来找我们 就他对有机比较有兴趣的人 他就会来找 啊那个有机红枣怎么做 就好像你今天也还就是带着两个国际志工 对 那像是他们这样子的来自别的国家的 嗯 你觉得他们来当的志工的这个生活经验 那个影响会是什么 会有哪些 刚开始我妈妈会说 嗯这个让外国人在家里走来走去 好像很不自在 然后又不知道煮什么给他们吃 嗯哼 那一开始找志工主要是说 乡下真的不容易找到 人手 对真的不容易 嗯 然后那时候想 诶那志工到底可以做什么 反正就想 好那试试看嘛 因为很多朋友说 诶你可以试试看这个 然后一次就觉得 哎呦 有很多志工 他事实上是很认真 做了很多志工工作 所以他们其实能力很好 嗯 也也很很能做 那语言上 有时候有一点隔阂到还蛮有趣的 而且很重要是你看 我今天如果来一个澳洲人 诶我对澳洲文化或者什么 我有多一点了解 嗯 好我对日本人 哦他来一个月 那我们就有很多 哦台湾人对日本人比较亲嘛 对 你就很多东西可以问他啦 讨论啦 诶法国人来 我可以听到法国的历史 嗯哼 好法国人对不对 这个文化他们很 很优雅的这种生活美食 所以其实会很有趣耶 那我们有志工来很 很热情 哦对像 像那个夏天来的志工 法国人他说 哦我可不可以煮饭给你们吃 我想要煮法国菜 对 就用当地现成的家里的食材 去发味 这样吃起来真的有法国味吗 是啊 他做普罗旺斯顿菜 哦 名字听起来是法国调调啦 吃起来还是有是吧 对啊对啊就是有一些 比如说节瓜 没有 他就可能用大黄瓜取代 那像这种国际志工 身上会不会随身 攜带着自己家乡的香料 然后在交流的时候 会秀一秀 他们有一些志工啊 尤其是像 呃香港啦 我们之前遇到香港啦 新加坡志工 哦我我是个人特别欣赏 新加坡人啦 哦 嗯他们来他 他甚至都还要带伴手礼来给你 你是 就图个那个伴手礼还是什么 哈哈哈哈 没有就觉得啊 工作CP很高 怎么会 搞雷手是不是 对对对 搞雷手的话 礼数这么周到应该日本人也不出啊 对啊 也是啊 他就带个他们OK那瓦的 点心来送给我们 我们就想啊 所以志工走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 把我们的这些手做的 嗯 产品给他们嘛 所以刚才讲的是说 我们从呃农市 农田生产啊 就是农产品生产 就开始看 那很多东西不能卖的怎么办 嗯 哦那个可能长得比较小的 哦 或者是太多没有卖掉的 红枣也也会啊 下雨就裂 裂的你不能卖 那怎么办 啊就开始想做什么加工 然后做做做 邻居送我们吃那个洛神 很好吃 就跟他要两颗苗来种 嗯哼 哦这个种起来很好吃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就就看过洛神 我很喜欢这个作物 我很喜欢喝洛神汁 然后想好那现在有地也来种 哇结果一种 那个那个很好嘛 洛神非常粗放好种 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 哦我们都 做了很多都是红色的食品 红枣嘛 嗯哼 那那时候还有什么种什么甜菜根啊 什么红色的 的这些食物 特别偏爱红哦 对对对 觉得这个红很 看了让人很开心嘛 不是绿就是红 红配绿还蛮好看的 对 那这个所以加工品的这个部分 也就这样延伸出来 甚至于后来把家人都扣回来了 一起当帮手 对 因为最早的时候是 爸爸妈妈跟我 还有Mia 然后第二年就又多了一只狗 嗯 然后呃弟弟 最小的弟弟也也被我们 这样把他劝 劝来了 他其实也喜欢农村啦 嗯哼 所以就劝了 哎他就很认真去做 所以其实是因为有他来 我们才开始有机会做有机 哦 因为其实对我来讲 我喜欢这样生活 可是我有一个呃原则是 我觉得我没有需要靠政府的很多补贴 嗯 来让我做这个 所以我其实蛮不屑很多人 想尽各种办法去投农宝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会让真正需要像我弟弟这样实际工作的人要投农宝 反而被做很多限制 嗯哼 对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人不要太贪心啦 所以我们就尽量 所以我我到现在没有农宝 所以有时候我我反而会被人家讥笑说 啊你这是假农民 对啊 就很容易被当 对就会被人家讥笑说 那你也没有农宝啊 你还在就 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我很好啊 我继续投劳保 我继续缴更多的保费啊 因为农宝保费很低嘛 嗯对啊 把资源给需要的人 对啊 我觉得这样才对嘛 所以我们其实后来 做有机 第一个阶段是 自己生产了什么东西 觉得好像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情形 那再来想就是说 诶那个我们这里的水很干净 那人家给我的水如果是很干净 那我留给别人的水也很干净的时候 那这不就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吗 嗯 所以开始就想到底有机是什么 我们怎么去真正告诉人家有机是什么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 好那我们这里的场地啊 我们的农员要好好整理了 不是只有农业生产 所以就开始做绿美化啦 然后那时候想 我爸爸就想说 诶曬红枣 哦我们拿去屋顶曬好了 跟人家不一样 别人在地上曬 我们拿到屋顶曬 没有蚂蚁 然后没有苍蝇 然后干净 然后曬曬就说 哦那嗯不错 可是会有西北语 然后就想哦那那个房子漏水 碧癌 嗯 然后那么盖屋顶 所以就想那怎么盖呢 就是哦讨论了很久 找设计师朋友讨论了很久 那怎么盖哦 盖一个好像温室那样玻璃屋 我朋友建议 但是另外的建筑师说 你盖玻璃屋你会热死 嗯哼 那个那个呃就是整个热气嘛 会往下 后来就想那怎么办 那那我那设计师朋友也很忙 也没有空想太多 后来我就自己想 有一天我就灵机动 好我就盖成人质型的 结果跟他讨论也不错 就是中间会有 屋顶没有整个对称的结合 而是中间有一旁气窗 哪来的灵感啊 不知道 就有一天就突然觉得 好像可以这样做 让他通风 因为热气会往上走嘛 然后就好像 结果就用这样来晒红枣 就发现哦 效果很好 对 所以现在我们村子里 好像也有几个人开始 采用这个方式 那农会他们也一直很想要做这种 就是 就是那个玻璃的方式去做红枣 因为这样绝层啊 不能说绝层啊 就是比较干净 减少落成啊 没有雨水啊 这些好处 单纯的可以吸收那些阳光 那些热的把它烘干这样 那后来是想哦 那那这样子那大家都知道嘛 铁皮屋不过就长那个样子嘛 我们就想那我们路边的铁皮屋 啊要做做加工哦 不要跟妈妈抢厨房 那做加工哦 好那不如就把铁皮屋整理一下好了 可是来看看铁皮屋不行啊 那种传统的盖法很简陋啊 鸟也可以进来啊 老鼠也可以进来怎么做吃的呢 所以就后来想啊 那只好把它 想说要拆掉怎么做 然后又刚好又遇到一个 呃设计师来买东西 就跟他讨论 他就我就说 那可不可以请他画设计图 他就画画画 可是他怎么画 我都觉得怪 嗯 因为因为设计师习惯 盖设计那个农舍 或房子 有豪宅的feel是不是 对 然后就是 呃我 因为我一直跟他说 我是要做工作 我不是要做房子 我不要房间 嗯 哦 那也不要那个 所以 其实我说我们要简单一点 嗯 所以后来 又再找了另外一个设计师朋友 他就说 哦 那你就是要那个 窗户要大 难怪 空气队要好 我现在就坐在这个 你 你说的这间房子里 采光好 空气好 对 然后 因为我在美国的一个乡下 那时候念书 三年 所以我很喜欢像春风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盖的时候 我就跟那个 我这里完全 后来其实没有 没有任何设计师或建筑师 全部是 自己去 跟那个 就是师傅 公班 嗯 讨论说 那因为我运气很好 找到很好的公班 我只跟他说 我想要 盖这样子 然后我说 其他你 你自己去想 嗯 所以想起来好像也很冒险 对 你这也不是 也无关梦想了哦 你反正你就走到这一步 实验啊 需要一个工作室 对就开始 累积一些过去的生活经验 就把它弄出来了 对 我在这个过程学到就是 做什么事情要勇敢 哈哈哈哈 就做了 所以 勇敢的往前坑去是吧 哈哈哈哈 对就努力做 农村 对你对你的这个 整个一路八年 感觉是个大前坑哦 是 一直在投入 大家都在讲嘛 你找对的事做 跟 呃 我们做在工作 当上班族 永远好像都觉得 是在把事情做对 好像就不错了 可是你没有什么机会 去做对的事情 因为你自己的限制太多 老板可能有要求 客户有要求 对 所以你 你是在符合别人的要求做事 可是来农村 你就发现 我现在是做我自己 所以我要做对的事情 那那个是什么 所以那时候想 盖铁皮屋嘛 我也要盖一个 跟人家不一样的铁皮屋 所以那时候从盖的时候 就一直很多人来看 嗯嗯 那到盖好的时候 也是不断 很多人来拍照 然后就说 他也想盖一个铁皮屋 嗯嗯 所以我觉得 好见性啊 哈哈哈哈 是啊 然后你看这里屋顶就一样 晒红枣 所以 很多媒体来 来拍啊 谢谢他们 所以哦 那大家都来看晒红枣 嗯嗯 这种影响到现在 呃这里也 也号称是黄金小镇嘛 对不对 也是一个观光的小镇 那 它也变得观光化了 是这样子吧 对 有吗哦 嗯嗯 对你有讲另外一个议题啊 哈哈哈哈 这多少会带动的 这也是推谈很多 对 但是像呃之前啊 我们这或多或少会参与 这里是休闲农业区 所以我们就在想休闲农业区的价值是什么 你到底是要让游客认识农业 还是说你要把它观光化变成一个酒庄什么什么那样子去很多游客不断涌入 我们要的农村是什么 那最后对我们在地居住人来讲绝对是生活 那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如果有很好的生活环境跟品质 那客人来就会觉得很高兴 他会想要留下来 那如果我们一直把它经营成是一个观光地区 那它最终只是一个呃为别人做的那个产业 那农业的本质不是这样 农业绝对是我们是那个一分耕耳一分收获 那还不有根鱼还不一定有收获对不对 还天灾什么那么多 那所以这样子来做 呃在那个过程你就学习很多嘛 所以盖了这个房子 然后就开始想哦我雨水也不能浪费 然后我在加工过程用的水也不能浪费 我怎么样把它全部收集起来 这是个生态工作室 对很多概念就产生了嘛 因为晒红枣我们利用太阳的光 哦所以它也是天然的能源 那现在用过的水我们要把它收集起来 哦那什么东西啊那个养鸡 那鸡可以你你刚刚有讲吗 哦它的功能是什么 它它又对鸡跟红枣是工程的嘛 抓虫嘛抓虫嘛 然后它的那个排泄物又是施肥啊 嗯嗯所以它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鸡啊 所以最后你就发现农园就是一个有机体 对 即使你你人在这里面只是参与其中 嗯哼你的鸡养的种类也太多了吧 我爸爸啊嗯对哦 爸爸这个也是他后来自己发展出来的才能嘛 在台北不太可能有养鸡的机会 爸爸以前就非常喜欢呃这些农士啦 不管是种东西啦养动物啦 这有点好像家族遗传 嗯哼 所以所以它来这里就可以让它尽情的发挥 所以它就有时候网友会送鸡来给我们 嗯 朋友也会送农民也会送 就大家养一养不要也会送 然后我也我呃那个学校的同学专门在做鸡的育种 所以我也会去跟它找一些 你们生活会不会太复古了点 这年头还有人没事就送人家鸡 没有没有很多人啊 就当宠物可能养一养不要啦 或者农民它养一养 它觉得养鸡其实蛮麻烦的嘛 我爸爸的鸡也是像顾小孩在顾 哈哈哈 欸你们家对啊 动物都是当家人一样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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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